在這兒 看到沒有 真的很害羞 太害羞了 好強喔 你講什麼 傳閱 他們看... 來 傳閱 請傳閱 你為什麼不穿好啊 對啊 我是在Facebook上面看到的 好小喔 天啊 你們一眼過分還遭出嫌棄的表情 沒有 我還是因為已經被動手腳了 我覺得康熙的製作單位很多 因為那位來賓 對 來賓 就算那個是段慧玲自己的東西 你們也應該露出讚賞 或者鼓勵的神色啊 你們有看出來這是什麼 所以顏麗婷以為是被植上去的 是不是 你以為是合成的嗎 沒有 那是合成的 是單車座墊 他是一個單車座墊 然後是肉色的單車座墊 所以那不是你自己本身的肉體 你覺得呢 妳現在先演一個很倦怠的 要介紹路況 可是一點精神都沒有 一點精神都沒有 今天呢 其實呢 在這個我們這個自行車道上面呢 出現了一個女子喔 她既然呢 小雞不小心就跑出來了 明天就要被開除了 小雞跑出來 妳就算了 其實我們會滿擔心她會早涼 那種感覺 那種... 是早涼的 不是 因為她之前模仿李國修的時候 她的演藝事業再創高峰 你今天很差耶 你今天演出 不是 我剛剛演得不差 因為是很沉悶的主播嘛 李國修報路況 其實呢 我們今天呢 要播報的一則新聞呢 就是說有一個女子呢 她騎著腳踏車 那腳踏車的坐墊 分為很多種顏色 一種是有點像肉色的 肉色騎起來的話呢 就會有這種 比較 比較熊啾啾氣啊 可能感覺 其實來說 好像女生情形呢 也會有陽剛味跑出來 這就是這個坐墊的作用了 還不錯 還不錯... 我跟你講 丁曉晴非常的大方 因為她跟她前... 她跟她前男友的前女友 現在是好姐妹 因為前女友也是妳的好姐妹 是我的好姐妹 可是她現在跟丁曉晴是好姐妹 所以她們完全就是... 前前進士 對 不在乎她們以前 愛過同一個男人 其實我們那個時間點 是完全不一樣 甚至分開的 可是剛開始見面的時候 還是很尷尬 尤其同海國 其實她都是釋出那種 就是很客氣 就是這樣子微笑啊 你知道日本人都是這樣 然後... 她在背後講你很多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然後後來我就覺得說 因為她公司剛好有一些活動 需要她幫忙 然後她居然來幫忙的時候 我也嚇了一跳 那一次她幫我站台之後 我就覺得說她好大方 好熱情 然後之後她就三不五十 會邀我出去玩啊什麼的 妳到底說她是誰沒有 妳說她的男朋友嗎 不是她的姐妹啊 姐妹是Makio 然後她們有同時跟一個髮型師 叫Johnny交往 講得那麼清楚 講得那麼清楚 你憋了這麼久 妳就只是為了她說這個吧 後來我們認識之後呢 我們都必談這個話 讓丁小晴顯示一下 她對Makio的怒氣到什麼地方 沒有 我什麼都不知道怒氣 沒有的話妳就輕輕打就好啦 她有她的棍子 我很喜歡Makio耶 真的嗎 妳喜歡Makio 對啊 所以不想抱耶 妳把我當成Makio嘛 然後咧 好不舒服 不要 不舒服耶 初級 所以如果她現在是Makio 妳打不下手是不是 那如果現在是孫協志呢 沒有 也不會啊 那如果現在是孫協志的媽媽呢 不會啦 不會... 有別的嗎 還有別的嗎 還有問題 借給小孩子 來 妳來模仿丁小晴好了 好 對 如果我現在是 如果我現在是Makio呢 Makio 對 如果我現在是Johnny的髮型師 Johnny就已經這樣了 那可以不要再撥下去了 因為我現在是孫協志呢 如果現在是孫協志呢 沒有 我這是...我是彩岸臉 沒有 詮釋得像嗎 沒有 不是 完全不是啦 完全不會 妳剛剛有在高興嗎 沒有 我是覺得很恐怖啦 我覺得太誇張了 對 真的嗎 真的 好 如果是妳來處理的話 孫協志會愛多少 不用掩飾自己的情緒嘛 就發洩出來吧 妳也可以吻啊 對啊 如果還有那種情愫的話 沒有問題 我可以可以演出 算了啦 妳就打他一頓算了啦 妳現在是要哭了嗎 沒有 他還是... 還是有啦... 還是有 你還在喜歡他喔 好幹人喔 等一下 如果是Johnny呢 Johnny 髮型師 他如果現在是髮型師的話 不是 好不好 對 所以他愛孫協志 你還在愛孫協志 5號 為什麼大家在那邊留我這次 我覺得這就不行 他還知道妳... 他知道妳還在喜歡他嗎 因為我們還是...我們就朋友啊 現在 他做什麼事情可以回來 我覺得大家可以再花一點時間 再慢慢的去培養這一塊 我覺得不要太... 講到在一起 我覺得太承受了 真實際的心靈 到底是什麼樣子 就是跟他聊... 對 跟他聊內心是聊些什麼 比較難 就很難吧 因為我們剛剛聊過天 他算是就是 有點爽朗過了頭耶 而且他有點教訓 他有點教訓 就是你知道有一個那個 就是好先生的形象包裝 他很愛像胸掌那種感覺 對 我... 所以如果他媽現在也願意接納妳 然後他也再重新追妳 是OK的是不是 我們說站在一起嗎 目前不太可能 未來很難這樣 今天不行嗎 目前最近都... 好 這個有11月底 算了...算不這麼清楚 至少明年啦 明年1月有可能嗎 沒有 不過大家... 他也有喜歡的人嘛 所以我覺得... 對 因為孫協志自己有女朋友啊 我們在那邊亂錯話 不是 等一下... 妳聽聽一下 我們現在在處理她的心情 妳不要管孫那邊嘛 對 所以女生這邊說出來說 她有喜歡的人 這種意思就是說 我這邊這樣單想有什麼用呢 那邊又沒有同樣的意思 所以如果沒有那個人的話 妳就是覺得... 妳們好會在那邊點那個油 我覺得是 不是 是這樣 妳的話在翻譯吧 沒有吧 我OK啊 我就是有沒有人的... 這跟別人沒有關係 是當事人彼此我們的感覺耶 對 妳知道下次如果 換周婷座坐在這裡 她就要講說丁曉晴 前女友就是丁曉晴 如果妳們現在正在交往的男生 然後她的前女友 在康熙來來說 我對那個男生還是覺得 不排除將來一起的可能 妳們在電影機前面 體驗會立刻揍那個男的嗎 不準 在想什麼 所以妳會避開... 妳會避開演藝圈的人了嗎 我其實避開原因是不要引起一些 不必要的話題 對 然後就會... 就會有小心注意這一塊 可能做活動會說 今天大概有誰誰誰 或今天節目有誰誰誰 而且我跟Marco之前是因為 我們是剛好那一次 兩個彼此都忘記問製作單位 所以兩個剛好都碰到 對 但是現在的話基本上還是 碰到的當下有一段 冰凍期嗎 有啊 我們就坐在一起啊 然後就是...就覺得這一邊 我這邊就是有點 麻麻的感覺這樣子 然後她也是... 但她還是會轉過來這樣 一直這樣 她恕醉 恕醉 所以... 所以那個感覺是到後來 多久以後才會慢慢 覺得我不用再打聽 其實我跟她也沒有什麼 太大不舒服 因為畢竟真的是 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 那是... 後來是因為她... 她有一天晚上打給我跟我講說 她現在傳簡訊 她說 妳要不要出來這樣子 然後我說妳要去哪裡 然後她說 當然是出去玩嘛 她我還回說 我問妳是不是找不到人才找我 因為... 因為... 因為她一直都找我 可是因為我結婚 其實在跟她出去喝酒 她只好找妳 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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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說...